欢迎观看 F-16是台湾 非常熟悉的一个战机 也是台湾的主力战机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美国居然把AI加到F-16 已经可以用AI完全的操控 可以变成了一个无人机 而这个无人机要感受 它这个无人机跟人家做Dogfight 这个无人机在空中 整个操作的能力到底有多好 没有想到 美国的空军部长亲自坐上去 亲自坐上去 亲自的进行Dogfight 而且他说在那个转弯的时候 有5G的整个压力 而且这个部长下来之后 非常的满意 当然讲对于整个测试的细节 他并没有多说 可是他讲这个未来 可能他连自主攻击的能力都具备有 也就是如果F-16 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人机 而且他在空中 在无人操控的状况下 他可以更灵活的调度 这个对整个西太平洋 整个两岸之间的战况 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好 在这一段没有两个来宾加入讨论 第一位是自身媒体人 王玉德瑞的你好 大家好 待会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简树培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所以施头 该讲的是 这个美国居然把F-16 变成了无人机 而且这F-16的无人机 完全是AI来操控 他初步要有1000架 居然是AI无人机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飞机 这一台飞机其实是AI无人机 那上面其实坐了两个驾驶 但是其实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介入 他没有操控 除非说你要解除他的AI的操纵 就可以人为驾驶 但是这是什么 发生什么时间呢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的空军部的部长肯塔尔 他亲自登上这一台AI的 你说现在坐在空军部长 对 没错 那这个代号是X-62A的这一台飞机 那我们知道 为什么它能够变成无人机 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测试 它在这个飞机里面 它跟一般F-16其实没什么两样 它其实在里面来装上一个 他们研发的叫Vista的这个系统 那Vista系统叫做 可变模拟飞行器的这个系统 它装上去之后 它就变成是无人机了 好 无人机的时候 那这个空军部长坐上去的时候 他就说 我当然知道他的能力 但是我要亲自坐上去 感受一下 感受他的战斗力到底怎么样 好 居然是坐上去的 那坐上去的时候呢 他除了他起飞之外 同时之间还有另外一台F-16 他们两个就在空中 进行了非常久的 包括说我追踪你 你追踪我Dogfight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在空中惨斗 互相锁定对方 然后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开下来之后 他觉得这个AA太厉害了 他说其实这个已经非常厉害 然后他又说了 他现在能够 他说他们现在要思考的是 他能不能够自己开火 如果自己开火的话 未来他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杀人武器了 所以刚才讲 现在这个空军部长 一下来以后说 我现在对这个AI 我充满信心 对 那事实上 这个美国AI进展非常快 因为事实上 他从2022年开始测试 到现在为止来说 已经几乎是完全可以使用了 那美国未来准备用这个AI 他们要打造1000架左右 可能就把这个所谓 已经拼临淘汰 比如F-16 在美国方面来说 F-16 F-18A等等 把它改装成所谓的 这个无人机这样 所以美国未来可能会有一个 非常庞大的无人机的舰队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说什么 他说这是1990年代 引入所谓的隐形技术以来 美军最大的突破 所以你知道美国空军 对这个AI是相当寄予厚望的 好 那是吧 因为有这个AI之后 你就知道说 未来这个飞机上面 搞不好这个系统里面 要有更多AI晶片 然后在整个美军的 这个中央处理里面 还有更多AI晶片 所以AI现在已经导入到 整个军事里面了 而且刚才讲 以前的军事晶片会觉得 你刚才讲的 48奈米就够用了 可是你要进到了AI的层级 你就要越来越精细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 对中国进行这个AI的完全管控 而且现在 刚才不是看到 你的AI的F-16 你可以在中间 空中做缠斗 做Dog5 你可以在中间做追踪吗 他说更可怕的是 我可以棋底 我可以交互掩护 而且我可以进行 大规模的轰炸 对 没错 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一次 这个时候 美国空军部长坐的飞机 是这一台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台F-16 保险他说什么 他们两个速度是 每小时880公里的速度 这样飞 然后飞的时候 大概有五个距离左右 因为人体极限 大概五个距离 如果在更高的时候 搞不好肯他就昏过去了 但是五个距离 然后你看他们两个在 这是他们两个在空中 缠斗的这个轨道 他说他们两个 几乎互相最近的距离 大概300公尺左右而已 那300公尺 然后不断地在那边 这个回旋扭转 然后逼是你说 你应该就输给我 两个就是一直 这样不断地缠斗 然后缠斗缠斗的时候 他就说了 因为他就说 他坐在肯到坐在上面的时候 他说这个AI完全没有 受我们的影响 他就直接开得非常好 他说他从头到尾 都没有介入他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肯他飞下来 那代表这个空军部长 也很有种 我居然就坐在一个飞行器 这个飞行器完全由AI控制 我就把我的性命交给他了 对没错 好 那他后来下来就说什么 我们正处于一场 技术领先的争夺战 人工智能是这个飞行 这场战争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而且他说 这些飞机不是消费品 不是用完即丢 我们会重复使用 而且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 那到底能够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个这个国家来说的话 飞行也都是最重要的资产 所以他说未来 这个飞机可以用来做什么 七敌战术 比如说我们一堆飞机飞出去 我要怎么知道敌人的防空火炮 或是他怎么布局来猎杀我们这一群飞机呢 就用一台无人机飞过去 去诱敌 诱敌之后 你就知道说 他的防空飞弹从哪里打过来 你就轰炸这个F-16 对 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把机让你们打 但是我就知道你们的布局是怎么样 然后我其他F-16 或是有其他的作战的军团 再去消灭你们 不是 那他太可怕的是 因为我是无人机 对 我不怕损伤 我进到了敌区之后 要么就是你看到我 你把我打掉 可是你打到我 你的这个防空系统我就知道 可是如果说你不打掉我 我就长驱止入 对 这F-16上面都有载弹 对 他也可以载弹啊 他有武器啊 所以你就知道 他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 而且他还可以做侦察 做各式各样的状况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看到这支影片就是 他上面是真的没有驾驶员 是一个空的坐舱 对 而且你看 这个空军部长就说 因为他也是飞行官出身 他就说 这个好处是什么 因为电脑不会疲倦 不会感到恐惧 而且能够按照规则 我们要求他做什么战术来说 我们以前的飞行员来说 他不见得能够完成你的战术 但是他几乎可以百分之百 完成你的这个战术 所以事实上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这个地方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这套系统到底是什么 这套系统我刚才讲 代号叫Vista Vista这个系统来说 是洛克希德马丁 跟臭佑工厂 他们互相合作了 他们互相合作 用所谓的追踪演算法 还有所谓模拟自主的控制系统来说的话 实现所谓这么复杂的运算 保险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 因为他在空中的时候 他是我们一般的 我们目前为止车子的运算 已经算是很厉害的运算 但是车子其实 从其量就是个平面 我只要知道说 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就很好算 可是空中是个三维角度 他其实是个三维空间 你要怎么去抓到 他的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这里面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 还有非常强大的定位系统 那这些呢 这些目前为止 美国看起来的话 这一次如果空军不少 都敢坐上去的话 那告诉你 他们这次已经接近 要完成了一个状态 而且肯德尔还讲 他说未来的空军 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人驾驶 一种是无人驾驶 那有人驾驶的飞机 会完全被无人驾驶的飞机 碾压 当然啊 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次肯德尔他就说 我们为什么这次两台飞机 能够差不多 他也没有说谁会 谁赢谁输 因为两个都是 这个飞行员 他是人在这里面 那因为这次肯德尔坐在上面 所以这个AI不敢吹下去 你知道吗 他说如果真的AI吹下去的时候 这个F16可以来到九个G以上 他在这个Dogfight里面 他可以轻松甩掉你 那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F16是所有战机里面 旋转半径最小的 那你的旋转半径最小 然后你要很快速 那个机力是很大 所以你觉得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显然肯德尔他自己坐下来 他是相当相当满意 这个AI武器的这个状况 所以美国可能在接下一段时间 会把这些所谓的AI武器 真正导入到他们的空军的这个里面 而且刚才讲 这个是F16 现在已经有AI对不对 他们之前一个教练机也是用AI 这个教练机居然在空中连续 飞行了17个小时 他说这种无人机最可怕的 最厉害是 他们不会疲倦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 对 那我就讲嘛 美国照理进展多快 事实上这个2022年的12月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在测试 开始在测试这台 所谓的这个所谓S-62A的这个飞行 那他当时才只能够让他飞17个小时 但是他们第一次让他飞行 第一次这是第一次人类用AI 让这个飞机在上面飞 可是你看到了2023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了 用这台飞机呢 跟一般的飞行员 在模拟这个所谓Dog5 所以他们一开始有所谓Dog5 相关的这个途径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还说 两个人类跟这个所谓AI 两个是伯仲之间 可是他事实上在以这一次 如果Hander他自己的这个状况来说 他大概知道 这一次大概是AI应该可以完胜人类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 他们一开始在飞行的时候 他们还不敢让这个AI 单独飞行那么远 他们上面都会有一个人在上面 就是人在上面的时候 他不是要介入 他是说万一你有问题的时候 我赶快可以解除你这个AI的这个封锁 譬如说他居然去锁定 什么武器要攻击的时候 他就自己去把它解掉 那经过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时候 确定说他是真的可以用来实战的一个经验 而且他战力现在已经比人还强了 对 当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美国 而且真是需要美国越来越多的这个数据 data累积进去之后 让他整个AI的这个运算能力越来越强 而且美国不是只有在这个增强 整个AI的运作本身的实力 他们现在也把AI呢 未来可能会用在训练飞行员上面 为什么 因为飞行员如果你真的要训练的时候 你都每次都要坐在这个飞机上面 然后放出去飞 飞的时候 有时候飞行员很容易可能你发生 因为你还没有很擅长这个飞机的时候 很容易发生意外 所以美国现在做一个什么 他们有一个公司叫RAD6的这个公司 那这个RAD6的公司是什么呢 他其实在研发一个头盔 就是这个头盔 保险你知道这个头盔里面来说 你只要戴上去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里面来说 他是前F22的这个王牌飞行员 他下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 我们过去的训练方式都太过传统 你就真的要坐在F22的飞机上面 或是在模拟舱里面 他这个问题呢 他这个未来是可以直接导入之后 你只要戴上这个头盔 他这头盔都有各式各样的数据 可以让你真的模拟 是你真的在飞机上的这样的感觉 感受完全在飞机上 感受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他就说呢 他现在就可以玩看 以前我们想讲你会有模拟舱 模拟舱上面你是仪表板上面 你感觉上你飞在天空 可是如果你戴上这个头盔 你身体的体感都在空中 对 他可以模拟的非常像 譬如说你有几个G的这个感觉 会让你的视觉或是感觉 都非常像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事实上他们就用这样子 然后同时之间呢 我不是只有训练 我可以用来做所谓战术的演练等等 美国现在已经有这种 模拟头盔的这个出现 那就是模拟头盔里面来说 你看他可以有非常多的 各式各样的这个 甚至他们未来头盔里面 还可以增加所谓的这个视觉的环境 就是我可能没办法真的看到飞机 但是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头盔里面 显示这些武器 展现这个潜在的敌人 在哪里给你看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这个 大家一开始应该也知道 这里面都需要用到 大量的运算能力 大量的这个晶片的能力 你一开始空中 你在空中的时候 你这些运算要多大 拙精力的运算 所以你才说为什么 今天台积电要去亚利桑那州 去亚利桑那州 你做的这个所谓的 5nm以下的晶片 都是美国国防部要用的 那美国国防部干嘛这些晶片 都跟AI有关了 当然有关性 事实上为什么台积电要去呢 事实上原本最早的美国 是希望Intel能够做 但是现在美国呢 Intel已经大概不行了 他大概知道已经没办法 所以现在由台积电来做 那为什么台 为什么台湾那么重要 你看台湾的台积电 能够做这些晶片 还有AI需要用的晶片 也都是台湾来做 所以无论如何来说 为什么雷蒙多会说 我们的技术领先了 我们包括台湾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领先 董事长 本来就讲说 美国现在AI完全就卡中国 然后呢说这个卡中国 是一个国力的这个竞争 我当时想说这个AI跟这个 你不是讲说你48nm 就可以做这个军事武器了吗 你干嘛要这么先进的AI 原来刚刚讲到 一千架的F-16 台湾非常熟悉的主力战机 现在可以完全AI化 不但是AI化 你看在空中做Dogfight 如果你要在中间空中做Dogfight 你的反应速度要多快啊 这个意思他并没有讲 一千架的飞机F-16 你注意他是成立了AI的机队 一千架 但他目前在欧洲所销售 包括到乌克兰 到各个国家 只有两种两个机种 一个就是F-16的 这是一个机种 另外就是F-35 他今天给你秀出来就是说 我现在F-16 在用AI的控制情况之下 我的战力可以提高多少 可以无人机嘛 第一个他刚刚讲的 第二个还有自主攻击 这个太可怕了嘛 我飞机放上去我就不管你了 对 他自行决定要不要发射武器 对啊 但是他这个 因为他这个F-16有两个大功能嘛 一个就是攻击机嘛 一个是轰炸机嘛 而且他带战量很大 对不对 他要打到你的这个 打到你的特殊装备的话 或是设施的话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 所以他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广告 而且这个空军部长很夸张 他自己坐上去可以干了 对吧 换言之讲 他在有人跟无人的同步情况之下 他通通可以达成 那我们再讲简单一点 那目前有大概有 我知道好几个国家 像荷兰已经把他的这个 F-16转移给这个 到乌克兰了嘛 很多国家都开始转移了 那转移的过程当中 性能的提升 那是一个最关键的作用嘛 如果用AI的话 就解决很多问题 对 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也告诉了俄罗斯跟中国嘛 你们的科技的落后 到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也告诉了盟友 如果你们有美军的保护 跟你们继续交保护费的话 对 你们可以享受到多大的力量嘛 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受激动的动作 而且美国空军部长讲说 我不是消耗品 我不是用后几丢 第一个我可以回收 第二个就是跟他讲 我可以欺敌 我可以追踪 我可以轰炸 我可以让地狱 对我的敌手 防不胜防 他在告诉你 很简单道理 我这个AI放进来以后 你任何的有人机 不是我的对手 通通不是我的对手 你看他有没有高度的限制 我也不知道 他如果材料再调整一下 他高度可以飞得更高嘛 一般来讲 他可以突破人体的 这个体能限制了 他根本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飞行员的 体能的问题嘛 然后我们的 自动飞行这个东西 不是在这种自动控制的困难 而是他的攻击跟 攻击能力 对 他现在已经确定 他要不要给这个AI 有这个自主的作战能力 这才是可怕的东西 那自主作战能力的话 表示他他不是要让你牺牲 他表示说他在很 很长城的飞行 或很高的高度的情况之下 他的带 他的载弹量是不是可以提高 还有他社区外的攻击 是不是可以提高 所以打破了所有 现有的一些的规范嘛 那现在有这些规范 美军已经告诉你说 我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那他打了什么效果 就抗阻嘛 就告诉你 你现在中国跟俄国的空军 都不是我的对手 包括我的盟军 现在韩国也做战斗机啊 对不对 瑞典也在卖战斗机啊 法国也齐齐在卖 他一下子告诉你说 你都卖背啊 这个卖飞机 是我独家的市场 搞这一套 干啥 干啥 你有两块机 我有我的过桥地 现在中国嘛就 我们现在说 我现在最厉害的航空母舰 现在用电磁弹射的福建号 已经下水 做进行海水 海事了 它有很厉害吗 老建林知道 最近前几天 美军在一艘航空母舰上面 做一个庆祝的仪式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厘米兹级的 这个相关的 螺丝符号的航空母舰 它庆祝什么 它的拦截索 第二十五万次拦截成功 大家做一个仪式来庆祝 二十五万次 各位你知道 它起向二十五万次 二十五万次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这一艘 螺丝符号的航空母舰 那么拦截索就是 飞机被下来的时候 拦截索勾住嘛 对不对 让它可以马上就挺住嘛 二十五万加次 各位你要知道 二十五万加次 单单这个螺丝符号 它就二十五万加次了 那其他的呢 其他全部加起来 我告诉你 只要中国的航空母舰没有 身旁还有大奶妈 我都不怕 你知道吗 什么叫大奶妈 山东号 辽宁号看过吧 山东号 辽宁号 怎么知道 他们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 远远的看黑烟就知道了 冒黑烟就知道了 福建号也有黑烟 不好意思 这次福建号的四航过了 也被人家拍到冒烟了 又冒黑烟了 又冒烟了 各位 这是福建号 你说冒烟有什么不一样 冒烟就表示 因为它是所谓的 燃油相关蒸气的 这个涡轮的相关系统 所以这是五月五号 福建号在进行海事的时候 暴黑烟被看到了 对 那么因为呢 它是以重油游戏 用它的作为 它的动力系统啊 那我在这里有点纳闷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很多人都会把它 福建号跟福特号两个人 拿来比嘛 大福跟小福是不能比的 为什么呢 福特号 它福建号虽然能够装载 60架的舰载机 包括直升机 无人机这些在内 空警600在内 但是福特号是75架次以上 然后呢 除此之外 福建号需要一个大奶妈 就是那油弹补给舰 然后用好大的油弹补给舰 我跟你讲 我要是美军的话 要跟它开战 我不打那个什么 动五二滴啊 动五五啊 打油弹补给舰 打油弹补给舰 把你大奶妈给打掉就好了嘛 这艘舰国补给舰 没有的大奶妈 没有的油弹补给舰 被打成了 它要 它只能在公海上面航行 7到10天啊 再不赶快回去 那个港口补给舰 就回不去了 它就是一块废铁 它是太平洋上 或南海上的一块 飘忽的废铁啊 你知道吗 可是那福特号 有两个核子反应炉 他们现在不是讲 这个所谓电子弹射吗 电子弹射 福特号 它这一次 其实福特号呢 它这次刚完成了 239天的相关的巡役 15万多 15万4千多公里的 这个在海上的巡役 不间断 43次的海上补给之外呢 你知道吗 它自己本身的舰载机 单单福特号 239天 它舰载机已经出勤了 10396次 单单福特号 它就已经 一万多次这样 一直飞 一直飞 一直训练 单单它的这个 等于说 那个阿兵哥 船上的就吃了 310万份 但是人家美军 已经告诉你了 我就是有这个本事 就是有这个能力 至少我美军在太平洋 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 没有人会看到 我冒黑烟 我旁边也不要带一个 会被人家攻击的大奶嘛 所以总统长 这福建号 现在开始进行海事 吓死人了 他福建号当时有一个进步了 那本来就是说 他这次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 然后自己开发设计 生产了所谓的三台的 这个电磁弹射器 这个确实是他 可不可以用不知道 他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测试 他们也看到 在这一次的海测过程当中 也在对这三台 这个电磁弹射器也不断在做测试当中 可是他这个东西完成之后 他大概他目前有定的这个服役时间 就完成战备要交给海军 就是船长交给军方这个时间是 是2025年 他讲的是2025年 讲的是明年嘛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吧 因为这个时间 不太可能能够做到这个情况 因为你要知道中国人 别的不行 那是央视先拍了 央视拍了很多画面 宣传 而且你说你第三艘航母 你的工人你都目的何在嘛 你知道是要跟美军要来争 西太平洋跟南海的长短吗 然后你的你知道跟福特号比 这有什么好比呢 福特号是用是核子动力吗 他是他这艘船是在七八十年内 他不需要增加任何燃料 他没有停泊的问题 他没有靠岸的问题 他永远可以在海上一直飘 可以飘七十年八十年 那你这个还要加油 还有蒸汽发动机 所以不知道 我们现在看起来 在目前来讲的话 从外表看起来 从山东号跟辽宁号身上 你不能不讲说中共 确实他海军学到一些新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是否能够完成战备 能够正在战争上发挥效果 因为还有一个东西 他现在目前的现代机 通通是这个 那个叫什么 固定翼嘛 对 全部是固定翼的现代机 然后他吹牛 所有有这个六十架的这个容量 我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一点 所以说台湾有些陆军的 这个退伍军人 陆军的退伍将军 在媒体上垮垮其言 说什么是战力有几十倍 这个外行 台湾有很多 让人家被怀疾中共的协力者 其来有志 宇雪 我们刚才讲 在中美对抗的时候 碰到海军 其实美军嘲笑的成分比肯定的成分要来得多 决定就像吓小子 你都吓很多 可是对空军不一样 因为中国有几个值得注意事 第一个 它现在可以发射可回收的火箭 第二个 它的嫦娥六号上去 要真的在月球背面 月球的背面是比较困难 因为你的姚册 你的通讯 都比你的正面来得困难的许多 更夸张的是 它的神舟 跟它的天宫的对接 那是实打实的 保安哥 以前中国最喜欢讲一件事情 叫超音感美 超音感美 但从来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终于发生 你知道在哪里吗 真的在太空战上发生了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现在有一个 Artemis计划 这个 Artemis计划成不成功 到时候都失败嘛 结果你知道中国现在弄什么吗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刚才宝杰跟聊到 太空战对接 他们已经实现了什么 而且不是从屁股对接 也不是从前面对接 是上下不同轨道 毫秒之差的对接成功 这日前传出来的一个消息 对不对 但他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计划 也就是他要登陆月球背面 而且是要用第二度 第三度 还要在现场采集样本 可是你就月球啊 在正面跟背面 有那么差别那么大吗 如果没有那么大 美国就做到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 这个不会言 只有谁做到 还真的只有中国少数国家 而且中国为首 竟然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情难度在哪里吗 首先第一个 他要双进双出 你说宇宣 双进双出是什么意思 开门吗 不是 因为我请问一下 你火箭打离开地球的时候 他首先要脱离的是什么 脱离地球的引力 所以各位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子啊 我今天瞄准目标发射 不是 脱离地球引力之后 他要做第二件事情 他要顺着地球的轨道 开始绕行 开始绕行 所以他不是浪费时间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以为光靠他的燃料 有办法直接到达月球吗 到不了吗 到不了 所以他要绕行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个东西叫什么 离心力 等于说我先打上去 脱离引力之后 抓到第一个轨道 然后透过离心力 再往哪里面甩 往月球去甩 但是为什么美国有办法登陆 但是没有办法登陆到背面 因为保留一个 甩出去之后 离心力 请问它是什么 直线嘛 所以我是不是月球在哪里 我就直接往它甩 就到达了 但结果这次中国 还叫双进双出 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它甩着 它不是直接登陆 它是甩着之后 然后再脱离 它要做什么 去绕行月球轨道 它是透过这种方法 才有办法在月球的背面着陆嘛 所以它还要在绕行月球轨道 然后到定点背面的位置之后 它才有办法下放着陆 但是这时有一个关键问题出现 为什么美国做不到 中国做得到 这听起来很简单 物理原则 大家都懂啊 差别在哪里 通讯 因为请问一下 今天你到月球背面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叫做通讯 跟所谓的连结上的死角 那NASA有没有办法 跟月球背面的人联络 没办法 所以中国为了要弥补这件事情 你知道他们特别还做了什么吗 通了一个叫做 设置一个通讯卫星 而且是绕月球运行的方式 叫做喜鹊 喜鹊号 然后绕着月球 他们是先打了这个卫星之后 然后再绕月球运行之后 才有办法去完成在地表 月球背面降落的任务 月球的正面 它是永远对着地球 那它的背面 永远都在另外一边 所以通讯有问题 对吧 而且它不只登陆而已 它登陆之后呢 它还要采集相关的泥土 采集相关的样本 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 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回收 所以它的逻辑是这样 我打到一个接收器 在月球的轨道绕行 然后通过卫星通讯 不断的去连结地球 那与此同时 我下放我的接收器 下去挖完土之后 它会做什么 还会上升 再让它上升之后 在原本月球轨道绕行的时候 再接收 然后再因此这样 再送回来地球 所以各位 你知道它厉害在哪里吗 厉害在第一个 过去美国 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它要从月球的背面 采集样本 而且可以顺利的运送回台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紧张 先前还派包括X37B 长期的去追踪 大陆中国的太空战 因为它讲出一个道理 它说如果说 中国的技术在太空上 可以超音赶美 那未来包括 它们甚至有什么能力 发动太空电磁脉冲弹的能力 你说雨萱 电磁脉冲弹有什么了不起 当然有啊 它可以摊患所有卫星 再来第二件事情 它还有什么能力 从太空中打击地表的能力 而最倒霉 第一个 首当其冲弹会是谁 当然会是台湾 它如果说有办法 从太空中 直接用导弹的方式 来去积极的话 所以美国太空司令部 的司令怀天就讲 中国太空军的能力 正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企图用太空扩张军力投射的范围 包括在印太区域 瞄准美国进行盟友战舰 以及其他目标 包括直接打击台湾 对 所以我们现在搞懂了 你一直想说雨萱 你跟我们讲 大陆登陆月球 中国登陆月球 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登陆月球背面 好了就反面 搞不好遇到外星人 那又怎么样 错了 它凸显出一件事情 第一 中国在整个太空上 它具有是什么 高中低轨 甚至是连月球完整密布的通讯网路 所以它才有办法登陆成功 在第二件事情 除了通讯网路之外 它包括AI 包括它整个运算 因为各位 它不是人为操控 它是用电脑自行运算 具有精密计算能力 所以换言之 如果中国现在整个地表卫星 有350颗 这350颗 通通转换成战略目标 甚至是装设监视机 甚至是装设导弹 那请问会对全世界造成多大的威胁 另外二轮子最近 发射了一个火箭 它把全世界吓死了 它这个火箭上 居然有核弹 它这个核弹干嘛 它进到低轨卫星之后 你就会引爆 引爆了以后 这周边的低轨卫星 会全部坏掉 对 宝典哥 这个东西我们要回到乌俄战争 为什么 因为过去有一句 常搭强 常说的话 叫做打不过就加入 但不好意思 在这一句更早之前是什么 得不到我就毁掉它 所以各位 这个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中 长期深受STAR LINK所苦 因为这些低轨卫星 成为乌克兰什么 瞄准定位 甚至是长城打击 有没有无人机飞到莫斯科 爱飞哪都飞哪 深受其害嘛 那我俄罗斯得不得到这些设备 我得不到啊 得不到 我刚才是怎么样 毁掉 得不到我就把它毁掉 我直接把它搞砸了 所以最近他们发生 一些很怪异的现象 就是俄罗斯打一颗卫星 到一个中低轨地区的位置 但是你知道美国 为什么觉得很怪吗 打卫星不稀奇 它打到一个辐射 特别高的位置 高不高低不低 因为一般来讲 你如果低轨卫星 你要偏低 辐射比较低的地方 你才有办法进行 电子仪器的测试 也就是科学研究吧 你打到那么高的地方 讲白了 这辐射那么强 所以所有电子设备 都会遭到破坏 但是俄罗斯说 我们要做电子研究 所以美国完全不相信 他们后来他发现说 而且上中搭载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物体 很有可能是核弹 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 一旦它核弹引爆 它不用直接炸到这些卫星 它只要创造出一个区域 所有的电池辐射 电池脉冲 导致那个区域残存的 这些辐射子 所有经过的卫星 都会产生什么 破洞 甚至干扰 而且首当其冲的是谁 就是斯大林的嘛 就是一直破坏他斯大林的嘛 而且更异谱的是什么 他俄罗斯在联合国 原本安理会他们 还都提出一个报告说 不行 我们要禁止在太空中 发动所有核武 但是你不要忘了 俄罗斯是什么 是理事国 所以只有他一票反对 13个国家都认同 竟然把这个提案给推翻掉 而且俄罗斯自己还提什么 不得用地面对太空攻击 太空的设置攻击 所以各位 这就是预盖民传 此地无银三百两 让大家越来越怀疑 你是不是准备在那边 引爆核弹 毁掉斯大林 好 听位 另外跟他讲 徐晓鑫最近丢了一个东西 也就是外交部说 我们透过了捷克 均住了一些资源 特别中间 有医疗资源给乌克兰 就你说在整个外交圈砸锅了 因为 这个真的对台湾的外交利益 伤害这么大吗 因为今天我们不能 直接给乌克兰 是因为乌克兰不敢 直接跟台湾要东西 因为他不敢 直接跟台湾要东西 我们又要进行 我们的国际的人道服务 所以我们要透过第三国 我们透过捷克 是一个非常关键 就是当年中国 是透过谁进到欧洲的 捷克 捷克是进到欧洲 非常好的敲门砖 现在台湾最强的 这些外交部队 全部都放到了中东欧 也就是台湾未来 我要进到欧洲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不断地拉拢捷克 结果有人要破局 对 今天许小新 在立法院当中 提出了这个捷克 这样的一个案子 但是其实外交部 本来说是要告他 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案子的重点 根本就不是 许小新跟吴昭先生这两个 其实重点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 原来台湾已经 进入到乌克兰去 原来台湾已经 透过捷克 立陶宛 斯洛伐克 还有波兰 这几个国家 一个一个去 这是外交部讲的 你本来就说这些机密 对不对 但是他把这个 所有的过程当中 叙事了 非常记性民意 而且还通过什么方式 而且还提到说 这个所谓 捷克的这个 处理乌克兰事务的 大使特使 今年三月才到台湾来 然后来跟台湾这边 签合约 然后未来我们东西 怎么进去送进去 我要讲一件事情 所有的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东西 全部都听谁了 听美军的 绝对不是听这些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 那这些 为什么我们要透过这个进去呢 其实跟美军东西要送到最前线去 是有关系的 所以代表说 什么东西 我们的无人机 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当然不是只有医疗设备而已 还有很多的其他东西 都已经在这个地方 所以东欧就是未来我们的据点 因为我们要进入到 未来乌克兰重建计划 或是乌克兰的 未来的商机 都是要透过东欧这些国家的 不然的话 我们也要进去 当然要进去 为什么乌克兰它还是要怕中国 因为中国是常日理事国嘛 阿里会常日理事国 很多决议 还是未来的东西 还是要进去联合国这边 而且它是它的非常重要的股物 还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商品的购买者 是啊 以前中良集团在那边 大量的投资 还有一带一路 重要的这个资产都在那边嘛 那即便中国离开了之后 它未来有可能再回来啊 所以乌克兰不满 明目张胆的 跟我们建立这种关系 但是 旁边的这些国家 立陶宛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甚至最近这几天来讲的话 竟然有 那个罗马尼亚的国会议员 都跑到台湾来 我们在罗马尼亚是没有驻管的哦 那为什么会有罗马尼亚 会跑过来这里呢 其实都在寻求商机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台湾 要进入到乌克兰 进入到这个 这个乌克兰去进行 未来重建计划也好 或是在目前的战争的期间 提供相关资料 都是一个跳板 都是在东欧 那我们东欧目前来讲的话 部署了我们过往来讲的话 一些优量的外交官人员在那边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提到了 很多都是跟 比如说小英的关系非常好的 或者是跟目前的民进党政府非常好的 都重兵摆在东欧 而且最近来讲的话 萧美琴也到这个东欧去 到去捷克 对 他已经到波兰过了 也到捷克过了 然后这些国家都是未来的潜在国 所以我这个预估啦 未来我们可能不是只有新南向而已 未来我们可能有东欧计划 或者是所有的跟东欧 怎么进入到中东欧这一块 而目前习近平不是正要去 匈牙利跟塞尔维亚去访问吗 那其实他为什么不去捷克 不去斯洛伐克 或是其他的立陶宛 因为这些国家 大部分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以及为了要让美国 所谓的投民状的概念 整个都倾倒到台湾这边 所以你说 台湾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也就是我当我把台湾的这个位置 丢进去之后 我就可以把中国给挤出去 是啊 因为现在中国大家够人玩啊 大家讨厌他 东欧所谓的16加1 你不是分化整个欧盟的团结吗 所以现在东欧大家都觉醒了 觉醒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一带一路你听出来 从来我们这边没有真的获利 而且你还甚至分化我们 而且你又站在俄罗斯那边 所以我今天来讲的话 这里基本上中国进不来了 那现在台湾进去 刚好就填补这个空缺 而且他们也很需要 这些相关的这个 比如说金元啊 可是我们跟中东有互补吗 我们进得去吗 他们有人口红利啊 而且我们如果台商在那边进去之后 进到欧盟市场免关税 零关税 所以以后来讲 我们知道欧盟他对外来讲 有分好几个层次 都要关税 我们台湾要进到欧盟市场 如果没有签FTA的话 我们的关税非常高的 难怪今天 中国最早进去也是这个点 是啊 他最早进到欧洲 就是中东欧 就是那边盖工厂 然后在那边直接生产了 出来的东西 直接在欧盟销售 所以未来我们台商 如果进到东欧去的话 如果直接可以在欧盟销售 就可以零关税 我们的成本就可以降低 我们就具有很大的竞争力了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涉险 我是张道合 周一大钟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